大家好,那我們現在來看我們為什麼要使用HedgeSearch 首先我們要進行一個初步的比較 如果我們用最一般的方式,LinearSearch 我們的Search方式是從一個原始的陣列 比如說這邊的0到90個元素 我們要搜尋,假設這個值是29 我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會從頭到尾一次比較下去 比如說這樣,29跟78比不一樣 繼續走,06也不一樣 80也不一樣 73不一樣 27不一樣 61不一樣 35不一樣 44不一樣 29 一樣了,那就代表我們找到了 這就是我們LinearSearch的方式 那它的時間複雜度就是 big on n就是我們來源資料總數 而如果我們為這個搜尋方式做一個小統整 它是一個看Value的方式 也就是這邊29這個值 那我們繼續 看完LinearSearch之後我們看BinarySearch 也就是常聽到的二元搜尋法 我們一樣會拿到一個來源資料 這邊0到90個元素 那假設我們要搜尋的值是29 我們會怎麼搜尋呢? 在我們要使用二元搜尋法之前 我們都需要對我們的原始陣列 進行搜尋 搜尋完之後,比如說這邊 我們由小到大把它排起來 從0206一路到7880 只有排序好的陣列才可以使用二元搜尋法 好了之後,一旦我們有一個排序好的陣列之後 我們就能將這個資料結構 看成一顆二元素 比如說像這樣 我們每次都取一個陣列之中 中間偏左的元素 當作我們當下的跟節點 這樣一路下來 就可以把這個陣列看成一顆二元素 那我們開始 我們要找29這個元素 我們的開頭從哪裡開始找? 當然是從這顆二元素的跟節點開始 29跟35比 發現29比35小 那就往左邊繼續找 29再跟06比 發現比06大 再往右邊找 29又比27大 再往右邊找 最後看到29對到29 代表我們這顆二元素中 有29這個值 可以看到在這個搜尋方式之中 我們每次都是切一半來找 一半不可能的話就不理它 往另外一半看 這樣下來 我們能得到的時間複雜度就是logn 這個數字代表的意思就是階層數 假設這邊我們有四乘這樣 運氣在怎麼背的狀況 我們找的次數 最多就四乘 就能找到結果 所以是一個很不錯的搜尋效率 那一樣 給它一個小統整 finally search 跟linear search一樣 都是一個 by value的搜尋方式 也就是我們這邊 29這個值 好了 之後我們繼續 最後我們來看到這個單元的主題 hsearch 一樣 我們一開始會拿到一個原始資料 一樣是亂數的 如果我們要使用hsearch 我們的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把我們這邊的value 7806 4429這些value 轉成某一種 正列的index 什麼意思 比如說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hse function 假設是把所有的數字 都取%10 也就是拿 除以10之後的餘數 當做它後來的index 整個正列就會變成下面這個樣子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 78這個值 %10之後是8 所以它的index就會放到8這個位置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35這個數字 除以10之後的餘數是5 那它就會放到index5這個位置 其它以此類推 整理好我們正列之後 假設我們現在要搜尋的數字是29 我們對於這個搜尋的目標 也要透過hse function的方式 把這個value轉成一個index 也就是這邊29除以10之後的餘數 9 我們的搜尋方式 非常直觀 我們會直接 非常直接的 到下方正列 第9個位置直接看 有沒有這個數字 有的話代表這個數字 存在這個正列 沒有則沒有 所以整個搜尋的動作就是一步 所以它的時間複雜度最快 01 非常誇張的好 而如果我們為這個搜尋方式做一個統整 它與前面兩種不同的是 它是擺index的搜尋方式 我們透過這個hse function 把所有的value轉成index 讓我們的搜尋方式 一步到位 達到01的時間效率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使用hsearch的主要誘因 而當然 這東西沒那麼美好 如果我們發現 兩個不同的元素 在hse之後 圈名品到同一個元素的位置 就發生了所謂的碰撞 但那個就是我們後續實作上的處理 在這個單元 我們最主要是要去抓到 我們為什麼要去使用hsearch 因為用得好的話 我們最後可以拿到非常非常好的搜尋效能 01這個搜尋效能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 linear search binary search 以及hsearch 的比較 我們透過這些比較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使用hsearch的誘因 那本單元就到這邊結束 那本單元就到這邊結束 我们吃到 走 在這裏 我們可以猜渡一下